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我们今天正式进入讨论之前 我们先来为大家介绍今天节目现场的来宾 从我右手边第一位开始介绍 我们来欢迎的是高雄市不动产经纪人 职业工会理事长陈世蕾 陈理事长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是的 我们陈理事长 目前也是建设开发公司的董事长 那在我们节目当中会跟大家讨论 就是跟这个相关的议题 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 市府的代表我们欢迎都发局局长 卢维平 卢局长您好 南军以及各位我们市民朋友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读发局局长卢维平 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 高雄市议员吴一郑 吴一元您好 南军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一郑 欢迎您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 学者级的代表 我们来欢迎的是 一手大学管理学院EMBA执行长 李良坚 李教授您好 主持人各位来宾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一手大学EMBA执行长李良坚 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 高雄市议员林一荣 林一元您好 南军还有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好 是的 那么今天呢 在我们介绍节目来宾的阵容呢 大家可能可以发现 就是说我们要讨论的议题 跟都市发展有关 那么跟房子也就是不动产有关系 那么大高雄县市合并了 已经满三年了 有关于这个经济发展 大家觉得是进步退步 还是有不同的看法呢 我们先来请我们节目现场的来宾 先来聊一聊 谈一谈他们的看法是如何 那我们是不是先请女士优先 我们先请盈容你来说 我想高雄市在县市合并下已经满三周年 那么高雄市跟过去的高雄县呢 其实最大的变化 我个人是认为 就是说在整个土地的一个合并的利用 以及整个整体的一个开发来讲 有明显的一个改变 那尤其是过去高雄县呢 可能在开发区域上比较局限于 因为是县的关系 所以在开发的一个整体角度 并没有像过去那么宏观 那么现在县市合并之后呢 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 高雄县很多的区域开发呢 其实正在快速的蓬勃发展 那像凤山的文山特区 那像仁武现在巴德西路那一带呢 其实都有很大的这个场主的一个 不一样的改变 包括桥头一带 那我们会认为说 县市合并之后呢 其实对于整个区域的一个整体利用 以及整个土地的一个重新规划呢 确实会对这个都市的一个改变 带来很大的影响 所以盈容是觉得是持正面肯定的 其实我认为是进步的 好的谢谢 那我们继续请比教授 我想这个县市合并以后 当然整个城市的致命度往上提升 因为土地面积增加19倍 产业结构也变得不太一样 那城市的行销 我想最近这几年 市政府也做了蛮多的事情 可是我们有创意治理 但是更实质的民众所需要的是 经济的成长跟就业力的提升 人家说过百度也要过辅助 这个部分里面 也应该要去做一个实质的提升 那虽然城市行销做得很好 可是我们更希望 我们的经济成长 我们的所得成长 能够给市民带来更好的一个幸福的未来 是 所以我们的李教授是从经济学这个层面来探讨 那所以有关于这个相关的一个 后续的一个探讨的内容 我们稍后再请我们的李教授为我们做深入的分析 继续我们要请教的是吴义正吴义原您怎么看 现实合并当然整个思维放大 然后整个城乡差距管理坦白讲这比以前更多元更复杂 那所以说在整个城乡整合跟土地利用 然后怎么去有效 有些是整个整体的边际效用利用来看 真的是要比以前要更复杂 那高雄这几年最主要是在有几些港湾区 就是高雄港的解编的开放 我想是对高雄市的整个城市发展 跟未来产业的调整 它有提供很大的注意 所以说这是一个对高雄整个 就整个产业调整是比以前多 那第二个可能就是以前是工业 不管是高雄市高雄县 本身都是一个工业 尤其是石化工业 钢铁业 造船业 本来就是群聚的地方 在整个调整产业的调整 跟在改善的环境中间的一个平衡点 坦白讲是一个调整 比如说胡青他如果搬走 连原来高雄县的石化业的人物也会搬走 那些整个空间解放出来 等于相对整个就业的比例又下降了 那怎么办 我想这是一个主政者 要在中间的整个产业的调整发展 跟所谓的环境保护 跟所谓宜居生活 他中间怎么找一个平衡点 真的是要一个管理者 要费很大的一个要有远见 又要有一些很操作 很好的说法 是 那么当然提到这个问题 大家就会讲说 那市府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措施 或者是配套或者是政策能够提出来呢 那我们现在要先请教卢局长了 就您的业务的这个部分 您怎么看 好 其实从几个可以统计的指标来看 那么最近这一年 高雄在这个公司登记上面仍是呈现正成长 那么另外我们也关注到几个现象 也就是的确有不少的产业来高雄找地投资 这显示高雄本来就有它的这个潜力在 那么另外也加上这个合并以来 许多的基盘建设供应建设也逐渐到位 到位 所以因此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有这样的一个激发出来的这个投资潜力 那么另外我想过去高雄面对是有势无港 那么合并以后 那么合并以前就是有港无地 那么合并以来无论是港市之间的合作 或者是合并以后这些有更深的腹地 都有重大的突破 都有产生一个新的机会 那我想我对高雄的这个经济 应该是呈现一个稳定成长 应该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所以未来还是要有劳我们都发局这边 多多的一个努力了 那继续我们请教就是 那我们理事长您怎么看 就是说现在高雄感觉上好像是个建案不少 但是好像大家对于这个价格的部分 都觉得说只能看 不能不可以伸手下去去购买 好像大家会怕怕的 您怎么看 基本上我们是这样认为 就是用几个庶民指数来看 我们现在高雄的经济发展 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车水马龙 是不是我们所有的地方都是会塞车 因为我们平常在看有一个庶民指数 就是说越塞车的地方表示那个地方房地产越好 第二个就是说餐厅是不是坐无虚席 是要预约 要stand by 要拿牌子 那如果是这样 那是不是它也代表一种经济的一个指数的一个发展 另外一个就是人山人海 那这个人山人海就是从外地来的人呢 来高雄观光也好 或者是产业有没有进来 这个人潮有没有带进来 这是我们观察的这个重点在这边 那刚才提到这个高雄市呢 事实上市容是变美的 这是事实 但是呢我们高雄市民 我最近有一个朋友呢 这个小田田 也就是田大全 他到高雄来 他就跟我讲说 你们高雄的路很宽 那我就突然间就说 不会啊 台北的敦化南北路呢 比我们还宽 但是天天都塞车 那我们高雄市呢 你注意看车子很少 是民生路民权路呢60米 但是呢 他的车辆呢不是很多 不太会塞车 那所以表示说 在某些地方呢 没有所谓人潮车潮没有 好没有 那当然我们再回头来看 就是说事实上 这个代表的一个部分呢 还有一个就是 土地的资源很多 按理说我们地震局的土地呢 我们重画的奇数呢 是全台湾呢 可能是奇数最多的 那土地的供给 也应该是最多的 所以土地的价格如果飙涨 我的认为是 应该是 不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认为说 土地既然供给量可以那么大 但是呢 事实上土地飙涨的程度呢 也让我们市民 现在有一句话 他就跟我讲说 其实我们是带着微笑 含着眼泪 所有的高雄市民呢 眼看着房价一直飙涨 但是呢 大家都只能看 爸爸买不起 大概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我们的爸爸能够说喜欢吗 所以不上房价 对对对 那么从刚刚几位来宾的发言 不外乎大家 是乐观肯定 希望能够继续进步的啦 但是也有很多 我们要进一步来讨论 其中很多来宾都提到 有关于这个土地开发利用的这个问题 那么现在正值是 我们市议会开议期间 那如果有关心这个议题的 观众朋友呢 都会注意到一个议题 就是说 很多议员都有纷纷提出质询呢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有很多都市计划 公共设施的用地的部分 闲置在那边坑底下 就是涨杂草也好 或者是就变成好像一些治安的死角 那也不去用 然后你也没给人家征收 然后地主也很慌 就一站站用了这么久 那关于这样子的问题不知道 就是说我们先请教现场的议员好了 在你们实际上接受的陈情案件 有没有类似的应容你这边 是 其实我们在担任议员的期间 民众有很多都是 澄清公共设施保留地 那尤其像儿童游戏场 或者是公园用地 或者是市场用地 学校用地 这些都是属于保留地 但它都是属于私人土地 那因为政府的财政关系 所以没有办法 在短期内或者是做 立刻的给予征收 那也因此这些公共设施保留地 仓是属于闲置的状态 那所以私人他也没办法 做有效的处理运用 那政府单位在这个部分 又不能够做一个 整体的去做规划 所以常常会看到有很多空地 其实过去看来是荒草蔓延 或者是疏于整理 那但是其实现在 很多人对于都市计划 或者是整个都市区域开发 有很多不同的观念 包括我们现在在讲都更 其实大家都会走向 所谓的简易都更 或是微型都更 那不再局限于说 那么大的一个面积 或者是怎么样的严格条件 所以我们今天来检视 这个公共设施保留地 我们其实也是要过来思考 是说政府如果在财政上 是有困难的 那么可不可以把这些 公共设施保留地 用其他的方式 包括都市计划变更 或者是区域的一个调整 然后去改变他原来的用途 那做其他的一个使用 也让私人的土地 可以在这个部分善尽其用 那他也可以提供出来 作为其他的这个 区域的繁荣里面的一个区块 而不再只是一个闲置的空地 那我想这个呢 其实是可以透过一些 多元的投资开发 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利用方式来做 那我是觉得其实高雄市政府 目前可能也有在朝这个方向在做 那这个待会儿也许可以来问一下 我们都发局 那但是我想这个部分 全高雄市 过去在高雄市 这样的一个面积其实也相当大 那更何况现在县市合并之后 包含高雄县的部分 应该是蛮多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思考 怎么样朝这个方向来做处理 做有效的利用 那其实像刚刚我们陈理事长 特别有提到说 从市民的庶民的指数来看 可以看到这个区域的繁荣 那其实高雄市 说真的县市合并之后 在整个区域的繁荣来讲 我自己的选区 左营区是繁荣的非常快 所以刚刚理事长讲的三个指标 都有 我们几乎都有 但是相对的新兴领养 确实是没有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 未来县市合并之后 我们要做的是 不是指一个区块的车水马楼 或是指是一个区块的人山人海 应该要就一个区域的平衡发展 去做整体的规划跟利用 我想这是未来县市合并 我们要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挑战 是 那所以等一下我们局长可以来回应一下 我们先看看那个吴亦元有没有要补充 我们刚好两个极端左南是一个成长快速成长在高雄 那我们的老市区就林亚新兴前进整个人口 刚好点到您这边 都年轻人都外移 我想很重要一个原因 我觉得是高雄是原来是林亚新兴前进很多机关学校用地 然后所以说它当很多它没有用的时候 它就控在那里 然后因为以前政府有一个中央有一个500坪以上不可以出售 地方政府以前是150坪以上就不可以出售 那也没有用 也没有租 也就控在那里 所以说机关太多 很多宿舍太多 没有去处理 然后我想这是耽误整个林亚新兴前进很重要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问题 重要一个因素 那第二个我们刚才提到我们的今天刚刚所谈的这个部分 因为公共事实保留地最主要还是学校 市场 公园 还有机关用地 大概这四大项 那目前就看那个统计书的时候整个我们这个五都 大概是说规划是2500万人口 那实际上就1900万 然后实际上很多人在大陆经营 经营 经营 工作 实际上只有1400万 那再加上少纸化 所以说整个你原来的公共设施保留地摆在那里 事实上可能用不到 然后不要说保留地 就算它已经是市场用地了 已经政府征收的 还不要说以台民间没征收 已经征收的可能都用不到 甚至已经是菜市场了也没落了 因为消费习惯的一个改变 整个改变 整个人口结构改变 那事实上那但是我们对于这个整个公园绿地 防灾刚刚讲的自洪池 或这些需求又增加 那些又不足的 所以公共设施保留地 是不是要做一些真的是 活泼性的一些运用 先做整个全面的调整 哪些是不需要的 哪些是需要的 再来谈如果要解编的问题 那整个去调整整个城市的选项 那我觉得是重新去检讨 公共设施保留地的整个调整 那至于说怎么调整 什么分配 怎么用运用 那是第二段 但是那个是真的是要去面对它重新调整 那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 我们稍后再请都发局这边来给我们做一个 给我们做一个回应 那我们先接观众朋友的call in 我们先接前政区李先生的电话 李先生你好 喂 主持人你好 你姓你好 我全正音听没有你们的声音 这样喔 你的电视 你先离电视原因很好 不过我全正音听没有你们的声音 这样喔 谢谢你的意见 我们等一下再请我们的这个音控处理一下 这样好不好 那你今天有没有要发表你的意见 有啊 我现在就是要 我们有政府官员和学者在这里 还没有发言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要先提出的是说 我们高雄市如果要都市计划 要整合土地的时候 甚至包含很多国有财产局 港务局 林务局 水利局 什么财产的土地 是 对不对 你这个土地有部分的 土地也是有聚集在那里 也是有困难10名的聚集在那里 你如果说前政区这就好了 也是很多国有财产地 跟市政府的地嘛 所以说你们这么多就要先 市政府的一整额完全都归高雄市政府的所有钱 以外对不对 你就要 现在 风机一点很丰盈的一点就好了 就是风机财团来炒作全高雄市的土地 禁止财团炒作高雄市的土地 而且 不管你是住几年 只要你住在这个土地的住户 就是有优先过面 成功的专利 而且政府 我们的高雄市政府 就要贴招这些国家的银行 做一个最低利的贷款 他们贷款 有什么都可以贷款来 成功这个土地 这样 才是有真的有去 有去 涂浅到这个 都市计划用地要整合的那种土地 如果没有你还要土地 你还要有财团来炒作土地 谢谢李世 你的建议非常好 就是说 这个签证据理性 他刚刚就是以他们自己的一个 这个区域来做一个举例 就是其实一个土地的所有人 他可能就是 就国有财产局也好 或者是政府也好 各机关可能都有拥有自己的土地 那这些土地能不能 同整一起来做一个 有效的一个开发利用 然后盖了房子之后 他也希望政府是不是能够协助 来低利贷款 那这个稍后相关 有我们来宾如果可以回应的话 我们来做一个回应 那我们就先请都法拉局长这边 先针对我们议员 刚刚提出来的这个部分 先来做一个回应 谢谢 这个公共设施是由来已久 那但是就是得面对它 我们早期在政府 几十年前在做都市计划的时候 的确有考虑叫做一个 叫生活品质这个概念 也就是说我们都市总是集中很多人 所以它需要有一些公共设施来让有人有就学 有人可以停车 有人可以游棄公园等等 那么也有一个游戏规则到今天都还在 那么这些游戏规则 基本上就透过政府要想办法去把它取得 各式各样的手段都可以 那大部分都是透过征收 或者说我们常讲的什么市地重化 区断征收 但这个速度的确是慢 的确是慢 所以造成今天还有庞大的公设保留地 那坦白讲将心比心 这些被保留被当初被后外公共设施的人 就变成苦主了 我的地都不能用 所以我们是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尤其是这几年我们认为应该要有公平的机制 所以我们大量大量在处理这些公设保留地 其中有几项是特别应该要立刻也可以处理的 比如说市场 现在的消费形态照已经改变了 很多人传统市场开了就开了 新的传统市场不见得会有就超级市场化 那么当然多化了这些就可以还地于民 这第一个 那么停车场也是 现在新的大楼都规定要做停车位 所以是不是还要有这么多的公共停车 还要征收民地 那当然也可以做调节改变 这个不需要也就还 那另外很多机关 那机关我们就立体化 你一块我一块大家都要分地也不必了 应该可以把它立体化 有些不需要的机关地也就还给百姓 那么另外像学校 当然少纸化是现在的现象 那有些新签校新签病校后多数的土地 我们也会考虑再调节 那大片的公园 大片的公园其实因为非常昂贵 虽然很多民众很希望要开辟 但的确我们必须考虑现实 所以像这样大片公园 我们也可以考虑类似这样的减半征收 还是不少 但是有一半就可以还地于民 那么还有一类的就是所谓道路 那大部分的道路其实都是百姓进出之所需 没有道路就没有这个开发建筑的可能 所以道路目前是最技首 但纵使是道路 我们在一些不需要的道路可以整并 我们也做 所以这几年下来有几十公顷 的土地我们都已经换回去 那么现在我们在手上还在整理的 还可以在正在检讨的 还有三四百公顷 那这些都是在具有可以还地于民的机会 我们现在在加紧来做 是 所以我们有一个统计数字 就是说其实高雄市的这个公用设施 保留地是两千多公顷 还没有征收 那所以已经有十几公顷 已经是先还地于民结编了 那还有三百公顷正在检讨中 的确 过去县市在和平前 也有它比例不同 不过我们把它谈为一体 过去市的不能像财政相对是较宽裕 所以高雄市剩下公司法不多 那县的部分其实还是 因为原来县的部分 就是财务的状况就比较有 所以高雄市这几年也加紧在注意 在处理高雄县的公司是保留地 是 那不晓得我们经济学的专家 我们李教授你怎么看 我以前也当过都市计划委员 大概当过八年 实际上也感受到就是说 政府你要财政要支付这么多的金额 确实有它的困难性 我曾经看过是上次省政府那时候宋楚瑜的时候 曾经一次支付比较大的金额 其实日本也曾经就是花费很多的金额 把公共事实上把保留地 就是大量去做购注 但是这个要有魄力 当然你要面对的是一个举债的问题 以后你利息支付的问题 另外我们刚刚其实局长也提到一个很好的现象 就是说我们社会结构在调整转变 我们的消费形态也在转变 当初你都市计划所划定的土地使用的地幕 跟现在的使用有严重的落差 这种严重的落差 当然就是不管是中央跟地方 他要定出一个所谓的解编的原则 这解编的原则定下去 大家都朝这个方向一起去努力 不过就是公平性的问题 很多人就会开始去做质疑 所以不管是市府 不管是中央要拿捏这个标准 当然对整个都市计划里面所法规所规定的 所谓标准的 你的学校用地 你的公园用地什么等等的 其实有很多以前所规划的事项 跟现在已经严重脱节了 那这个部分事实上应该再发挥一个机会 把它重新再做一个检讨 因为就老百姓来讲 我们那时候最后陈寝的时候 因为每五年要做一次通盘检讨 那时候里面民众讲说 我已经40年了 政府还没钱工修了 那这个东西它就被土地被限制开发 那第二个呢就是 它感觉它的人民财产是被剥夺的 其实还有一个更严重问题 就是说它没办法因应当地的开发 跟配合整个商业 方展的一个需求 所以你看高雄来讲 南北失衡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北高雄是一路一直 哇 狂飙 房价也飙 房租也飙 那么整个人口也飙 那你像南高雄 或是这个高雄中部的时候 这个都有这样的现象 那实际上今年我们看到 就县市合并以后 人口有正成长的是凤山 凤山本来就是高雄市的卫星市政 那为什么凤山人口会增加 现在凤山也叫高雄市 它只是叫做凤山区 可是它当初它还是有一些透天的 还有一些土地区的 跟北高雄来讲还是怎么样 比较便宜 但是实际上最近这几年 现在大部分增长很多 包括南武地区很多透天错 五百多万就涨到一千多万 确实都有这种 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其实就看第一个 你政府你的财政 你要比如说我们举债要到多少 是不是你真的有一个阶段性比例 然后愿意去做 当然透过这种解编过程之中 你可能也想办法 也要有一些收入再回馈回来 而不是单纯的只是 金钱的支付 你还要有一些收入进来 这样才能够更大幅度的去做 解编的一个机制 那民众 那个相对的抱怨度真的也比较低 而且你看那个真的有的使用 那个年限40年30年的比比皆是 不要讲20年了 20年已经太多了 对啊这样听起来的确就是说 难怪民众可能会有这个 这个 这个积怨出来 不过值得清醒的就是说 其实市政府目前呢 是一直在努力进行这一块的 一个解编的一个动作 甚至就是如何做 这个土地有效的利用 那我们要请教我们理事长 那刚刚针对那个民众的反应 就是说他希望就是说 是不是政府可以做一些 这个优惠的一个配套啊 然后帮忙协助我们这个土地做一些 防止财团炒作的部分 理事长您会怎么样看 这个法令的东西呢 本来就是有一些 所谓的依法的程序 那每一块土地 它的机能也不完全一样 适用的法令也不同 那我想国有财产局有国财产局的部分 台糖有台糖的 那土地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去考虑 那现在我们在立法院 已经限制这个台糖的土地做出售的 他也不能做出售的动作嘛 那所以现在其实在我们 我是个人认为说在市场上 其实这是市场机制来看 这个市场里面呢 有人要 当然他这个地就会涨 如果没有人要 那他当然就是会跌嘛 那因为我们现在在标售土地 其实有时候都是一块一块这样丢 所以无形中就很多人来抢这块地 如果你就像以前张大帅打篮球一样 一人给他一个篮球的话呢 那个篮球就不抢了 那你现在就丢一块 偶尔就丢一块 那一块就大家七八十家去抢那一块 那一块当然水涨船高 那地震局如果一下开 美术馆所有的地都开出来 我想没有那个财产 有那个财力 可以一次把它吃下来的 还有一个就是金融机构的配套的问题 是 所以就是说从法律 从法律的一个层面 然后从实际的一个需求 那当然就是说 还是希望能够民众的需求 总是就是希望政府能够多照顾一下 我们的这个市民 然后多开出一些 能够真正落实到我们民众上面的一个政策 那么第一阶段 我们先暂时讨论到这里 下一个阶段要跟大家一起来讨论 就是您听过合宜住宅吗 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建筑 它是由谁来新建 那什么样的人可以适合来购买呢 高雄市的相关政策又有哪些呢 我们稍作休息片刻 高雄现场稍后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